中国女兰成都大运会夺冠 刘宇彤是重要功臣之一 我们用三分钟挤紧细说一下 这位22岁行星 她不仅拥有五与伦比天赋 两大特质 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也是她有望成为中国女兰未来基石的根基 刘宇彤 身高201公分 体重110公斤 女兰领域罕见的天赋 让她天生就是吃着晚饭的人 呈现在职业生涯 初登大学赛场 就率领北师大夺冠 随后两个赛季 更是彭奇总决赛MVP奖杯 代表大学生联队征战女兰联赛 仍然长均16分6篮板 已经成为内线大杀器 于是来到成都大运会舞台 仅以昨天胜日本的决赛为例 只要她在内线能够接到皮球 无论日本队如何防守 她基本就是无解的存在 毕竟拥有绝对身高和对抗优势 对手很难阻止她终结 无偿比赛 她以58.8%命中率 场均贡献10.4分4.3篮板 成为球队第一替补 尤其是完美担负起 含蓄影子职责 是球队所向披靡的关键因素 注意 无偿比赛下来 刘宇彤给人留下的印象 她并不是仅靠天赋吃饭的人 还有两个特质 让人非常赞叹和敬佩 中国女篮暂停时 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 刘宇彤总是细心倾听 许指导们的战术安排 并且是真心的反思 两个典型画面 对阵巴西 刘宇彤封盖后 球队反击战 她接球后抹向篮下直接攻框 被裁判吹罚走不为力 球队暂停时 面对许指导的指点 她立刻反思 我刚才运一下就好了 对阵日本下半场 她出现传球失误 自己强攻失守 尤其是还有一次进攻犯规 被教练组立刻换下后 她甚至出现如我们看到的搞笑画面 将冰袋放到头顶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肢体语言透露出的信息 非常懊恼 在自我反省 作为球员 能够认清不足 时刻反思 必然会有长足进步 天赋 不会辜负智者 更何况 她还有另一个特质 仍以昨天决赛为例 第二节比赛还有一分四十秒 球队四十五比四十四 紧领先一分 需要有人解决问题时 如我们看到的画面 刘宇彤不仅完成四连击 帮助球队上半场 五十三比四十四键力 九分优势 更重要的一点 作为场上最高 最重之人 她在短短的一百秒 完成四次无仰折反跑 并且还要保障攻守效率 这已经远远超出竞技体育本身 完全是靠个人意志拼下来的 能够有如此意志者 也注定必然会取得成功 天赋独一档 时刻反省自己 不断进步 还拥有坚韧的意志品质 刘宇彤必然成为 中国女兰内线 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拥有广袤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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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